3块钱一杯的咖啡 看一下味道如何 好像也还行 哇 现在的饮品街 真的是太卷了 我的天 3块钱一杯的冰美式 它的味道经验也还可以 3块钱一杯 因为原价12天是搞活动 搞活动是吧 原价多少的 12的 好 3月1杯 没有听错 只要3月1杯 深渔拿铁 8月1杯 即将定制 口感升级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兵 相信绝大部分的朋友 都喝过coco奶茶吧 coco奶茶给我的感觉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实在的 正因为如此 它在奶茶界可是相当的坚挺 个人感觉 它真的是物美价廉 coco都格创立于1997年 发展了那么久的coco 现在依然活跃在茶饮界 要知道中国的茶饮市场 真的犹如千军万马过头目桥 现在咱们一起看一下 中国茶饮十大排行榜 不知道哪些品牌 才是朋友们的最爱呢 coco的话 一言名列前茅 排到第四 所有这些茶饮品牌 除了甜拉拉之外 我全部喝过 马上查了一下 在广州啊 原来只有南沙区 开了一家分店 全国千业六千家店 在广州 只有一家店啊 嗯 不知道甜拉拉是怎么想的 不得不说 这个家伙的市场地位 还真的是牛逼 废话不多说 回到我们的主角coco 原来啊 它又是台湾的一个茶饮品牌 而我们上一期谈到的一点点 也是台湾的茶饮品牌 感觉台湾的奶茶 真的是占据了半壁江山 coco奶茶比较经典的 就是这几个系列 不知道朋友们心目中 最喜欢喝的是coco哪一款奶茶呢 奶茶应该是coco 最引以为好的作品了 看过coco奶茶广告的朋友就知道 它呀 这层奶茶怪 这一期啊 就跟朋友们来探店一下 这个奶茶怪 在店里面 还有小熊的休息区 coco啊 貌似有很多是加盟店来的 我没有去考究 我来的这一家是加盟店 还是直营店 生烟拿铁八块钱一杯 本来我以为这两个家伙 在咖啡界的价格 已经玩到毫无人性了 没想到玩跨界的 也能把价格做到那么便宜 便利店的矿泉水啊 都要三块钱一瓶了吧 三块钱一杯 对 三块钱一杯 所以原价十二件事搞活动 搞活动是吧 原价多少的 十二的吧 好 三元一杯 没有听错 只要三元一杯 商家肯定是不会亏本 去做这一个促销的 朋友们可以想一下 它的利用空间得有多大 买了一杯美式咖啡 两杯奶茶一共才花了21块钱 嗯这价格确实挺熟惠的了 全开放式的制作现场 你能很清楚的看到 他们全部的制作过程 卫生条件方面做的不错 而在用料方面呢 个人觉得还算是蛮实在的 不过等的时间呢 就稍微有点久 这时候店里面的员工不算多 只有两个人 不过在服务方面呢 个人觉得没什么问题 买个礼花 三块钱 试一下 好上衙行 都味道其实还可以哦 三块钱的咖啡啊 还要什么自行车 如果你没有几次去品味的话 它真的不输那些咖啡店 比较纯粹的咖啡味 喝起来啊 苦后会干 招牌 奶茶三兄弟 它里面有一些料 有些珍珠啊 这类的 这么大呗 这个是中杯的料 试一下味道 可以 比一点点的好喝 对 喝起来口感纯滑 奶香味也比较浊 那种加了奶尖和糖尖的奶茶喝起来味道是不自然的 视频之下甚至会有一点点的微苦 但他这个奶茶让我感觉比较温顺 ok 你试下我的火的火油就是他的经典的珍珠奶茶 去冰 最纯的味道了试一下 他尝一下 这味道跟那个奶茶三兄弟是一样的 就是他另外加多了那个料而已 我觉得还可以 起码比一点点好喝 ok的 那么便宜 个人感觉啊 coco奶茶的水准还是比较稳定了 难怪市场竞争那么激烈 他预言那么坚定 在他的对面就是茶旧星球 相比之下 coco家的生意还是比较不错的 不知道朋友们觉得coco奶茶怎么样 请弹幕留言发表一下你们的感受